今日報章的新聞就包括小豪灣第一期今日招標上星期已經接了33分二項書 反應熱烈,保地價達86億,最快2030年入伙,第一期提供1200個單位 分析師淘冬發表言論,經濟病來如山道,香港復甦慢慢來,樓價明年上半年跌幅不少,消費信心不足 摩根大通預料香港樓價再跌8%,明年4月見底,預測放寬防疫措施有利住宅前景 估計政府短期難以放寬樓價的辣椒 世邦毅里士發表報告指香港公下回報理想,強勢可持續到明年 而政府提出的發展創科令公下需求提升 高歷香港研究部表示,中環甲級商下租金比高位回落26% 尿漸漸就會靠穩,明年升幅是有5% 九龍站甲級商下會增加240萬呎流面,成為中環延續 鴨利洲新盤、海月、明年、首季、燃柳招標認識發售 發展香港頂層萬呎複式單位打造非凡地位 同區二手亦有大壓成交 深灣9號三房戶成交5250萬,實用面積1534呎,平均價達$344 九龍大角咀公下雲之端減價20% 售出三貨,赤價約$9100至$9800 12月11日,一手市場成交8宗 港島魏里方1宗,青衣惠南1宗,奧運站里奧方2宗 最旺是粉嶺的Innofell,成交3宗,觀塘海匯1宗 今日新聞速報完畢,多謝大家